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翰逊自己就下令疫情封城 但竟然他本人就闹出派对丑闻 所以被人质疑他多次和国会说大话 于是 首相先生 整个背脊都是贱 保守党党友齐齐逼供 可能要提早大选保命 国会更打算查他有没有误导议员 用香港皇友移民英国前的说话来形容 约翰逊就是大话症 诚信破产 大玩语言艺术 不过皇友移民英国之后 突然转态觉得诚信不再重要 有皇友认为约翰逊如果下台 是不利BNO港人 相信这位仁兄认定了约翰逊是 黄色守护神 觉得他是BNO移民的再生父母 所以很想保住约翰逊没有事 旁边就有皇友和疑 说十万张票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请善用手上选票地说 嗯 2020年3月 英国国会选举选民登记人数 就接近4760万 BNO移民十万张选票 就好像比加超的十万伏特一样 实在是很强大的力量 横扫英国政坛 香港人加油 有皇友更加迎爆表示 没有诚信 OK 抗共就行 留言真是告质 充分展现有眼无珠 不问是非 只问立场的黄色人性优点 简简单单一个讨论 你就可以明白 黄友说话连标点符号都信不过 偏偏有些黄友在黑暴 就发挥创作小宇宙 炮制出831打死人 神玉岭集中营 沙嶺冒状异事等等奇情小故事 而另外有些黄友开心分享信到十足 好一句 没有诚信 OK 抗共就行 所以在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 为了压制中国诚信之上的黄友 拼命支持诚信小王子特朗普 到2022年 英国随时面临满首相 为了压制中国 作为人类道德天花版的黄友 起誓支持无形无格无品的药汉信 黄友亲身拆解民主的荒诞 畸形扭曲和危害 为大家诚意推介民税式的民主 可惜黄友越是追求民主 越是为民主做反向宣传大师 AKA趕客 原来人无脑还可以生存下去 只要有兽亨就够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 帮我出声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